这个是黄石公园的地图 黄石主要就是一个八字井的景点 分布在这个八字井 这个大体顿是在黄石的南边 所以我们从南入口进 进入的黄石 然后玩它的景点 我们今天只玩了这个老中石犬 老中石犬里的一小小部分的景点 然后我们晚上住在西黄石 还是庭院 然后我们第二天才会从西黄石 再仔细玩这一份景点 All Fistful Gazer 就是老中石犬 可以看到现在它还在冒气 短管喷的应该就是这里 这个景点真的是一个被完全开发的景点 开发的特别好 非常大的一个景点 停车位也有超级多 是吧 停车位也贼多 肯定能停得到车 然后这里也有很多步道 都修得非常好 我们现在准备去游客中心 看看它下次是什么时候喷发 我们在老中石犬的一个旁边 一个酒店里 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 可以看到窗外 窗外就是老中石犬 我们现在哇现在下冰宝 看我衣服上看到吗 看眼粒 我们现在来到了老中石犬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在冒气 然后每隔一个半小时左右 它就会喷发一次 然后所以叫老中石犬 然后现在在这边这个不到走 我们在等下下一次喷发 这个地方修得非常好 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景点 现在快到点了 我们已经在旁边等着它喷发了 没有喷发 我给你们看来的事 你看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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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他的水 看完老中事情喷发以后 我们现在准备再去 走 雨中去走几个小道 然后现在 现在已经 从冰雹现在已经变成了雪 下了雪 我来的时候还穿着短袖 现在给我上了一颗 我们刚刚看到的老中石泉是在这儿 然后老中石泉它只是喷发的最准时 但是它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冒气的那种 然后我们现在再去那边看一看 我们在 这已经不是雨中了 老是雪中 雪中漫步 一会儿雪一会儿 嗯 它这个地方晚上天黑的也很晚 9点钟它天黑 哇 看这个池子啊 好好看啊 这个颜色 这是 这叫Blue Star Spring 蓝色星庆温泉 看地表上这些好看的颜色 哇 哇 这好好看啊 新型池哦 这个池子的下边 黑洞洞的 非常深 后边 后边也是几个会喷发的 看这是另外一个会喷发的一个小地方 看这里有讲具体它的原理 看它喷开是有这么高的一个吸水柱 它的原理是地下这个非常热的水 然后这个压力会改变 然后喷到上面 我们现在在沿着这个步道在走 然后 下面就是冰川河 然后这里是温泉 天上在下着冰雹 看我的 看我的衣服 都是冰雹 然后这里是 温泉 已经煮沸了 这边也有一个小温泉 好帅啊 太帅了 这个的疯狂冒泡 路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池子 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名字 这是一个小池子 后边的还在沸腾 在冒泡 冰狂沸腾 这个应该是吸出了各种荆棋 各种固执 这个泉水像一个眼镜一样 它叫眼镜泉 在干嘛 在取暖吗 看这个 这个叫做耳朵泉 Deer Spring 叫做Beat Spring 小泉水 小泉水 这两个池子连在一起 这个喷的还是很激烈的 可以看 听到沸腾的声音 哇 又有一个洞 是往外猫热气的 但是看不到底 现在是晚上6点 我们被洞回来了 走了一圈 今天我们住在西黄市 UIC ELA STORE 从这里过去 说是要一个小时 两旁的树上已经落伤了一场雪 我们刚才刚刚下过一场雪 我们看到了牛 好大的牛 哇 超大 大家都在那 然后拍照了 我即将路过一只牛 好大呀 简直了 这是牦牛 还是什么牛 反正就 超级大的 看我们经过了这群牛 在我们后边 他们在安静的吃草 根本都不鸟我们 还有31分钟才到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 我们又看到了牛 路两边的牛 在吃草 又可以看到牛了 哇 够马路了 慢一点 别动 这个是不是 摩擦那个也走了 摩擦那个也走了 摩擦一下 看到牛 拜拜牛 看这个雪下的呀 静悄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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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车上面拿起来的柄 扔出去吧 我的天 看这雪下的呀 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 雪啊 是个雪景 草地上都会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雪 终于到了西黄石了 晚上我们就吃这个了 黄石酒楼 天还没黑 马上天就要黑了 这里的特色菜 鲁肉 牦牛肉 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饭 水煮牛肉 炒白菜 还有一个小炒羊肉 这里就是西黄石 很多店 对 就是比较繁华的 游客中心的小镇 是我们今晚住的房间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Motel 比较简陋的吧 外面就是 窗外就是外边的这种 房间 我在二楼 咱们要就是睡一晚 明天继续 进黄石里面 可以洗澡